你比星光美丽结局 萧一萧意外去世 寒庭拿下东洋 知州圆满 一 萧一萧 萧一萧这个角色一正一邪 对待朋友两肋插刀 重情重义 对待女儿温柔体贴 有求必应 对待情人出手大方 进退有度 只可惜她心机太深 一方面留恋苏丽这个女人 一方面又不想对她负责 最终 萧一萧只能眼睁睁看着 苏丽转头苏之洲怀抱 好在她最后及时醒悟 选择主动抢婚 结果却在抢婚路上 突发车祸而亡 结局令人意难平 二 韩婷 韩婷这个角色嘴硬心软 知人善任 精明能干 雷厉风行 眼光精准 深藏不露 可是算是经商的一把好手 但在感情方面 韩婷明显有些笨拙 总是在关键时刻掉链子 好在韩婷足够勇敢和真诚 不仅在寄星空窗期期间趁虚而入 还懂得变着花样哄寄星开心 但在处理异性相处方面问题时 韩婷太过优柔寡断 直接造成曾迪对寄星赶尽杀绝 虽然韩婷屡次拒绝曾迪的嗜好 但她却转头同意让曾迪随意进出自己的豪宅 甚至连厨房用具都任由曾迪使用 这样没有边界感的相处模式 很容易让曾迪得寸进尺 因此 韩婷和寄星的感情 还是因为曾迪这个女人出现了很多矛盾 最终 韩婷及时醒悟 成功给予寄星足够的安全感 并主动向对方求婚 与此同时 韩婷还在寄星的帮助下 成功扳倒唐姐韩怨 结局也算事业 爱情双丰收 三 陆林家 陆林家一出场就是单纯可爱的富二代人设 看起来咄咄逼人 一事无成 却心地善良 独立清醒 只想做一个酒吧老板 正是因为陆林家从不站队 所以她才能在家族争斗中全身而退 最终 陆林家主动表白图小萌 结局也算圆满收场 四 邵依晨 邵依晨绝对算是一个好男人 她对寄星一心一意 温柔体贴 出手大方 一直都在背后默默支持寄星创业 只可惜她渴望平凡的生活 注定与寄星有缘无分 直到魏秋子出现 邵依晨才第一次感受到被人捧在手上的美好滋味 只可惜邵依晨的心里只有寄星一人 注定会与魏秋子离婚收场 五 苏之舟 同样是痴情人设 苏之舟的结局明显要比邵依晨幸福 虽然苏之舟知道肃立喜欢的是肖一肖 但最终她还是成功等到了肃立的回应 再加上肖一肖已经去世 对苏之舟毫无威胁 最终苏之舟如愿以偿 成功与肃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结局也算苦尽甘来 季星遭遇了陷害 被曾迪和韩苑联手攻击 一个为了东洋 一个为了韩婷 都把她当成靶子对待 甚至还不知道是谁策划了绑架案 因此把季星放在了危险的边缘 哪怕韩婷在她的身上安装了定位 但她也根本来不及反抗 毕竟她才是哪些人的目标 所以她报警之后 就一个人按照要求赶往了现场 看到季星被绑架的时候彻底崩溃 本想去救她却被人打倒在地 好在危急时刻警察及时赶到 但韩婷和季星都受伤进了医院 殊不知这次的惊险和意外 也让他们得知了一个惊喜 那就是季星竟然怀孕了 根据确诊时间来看 就是在她生日的那一晚 韩婷得知以后惊喜不已 当场跪地求婚索要名分 而季星也因为这次的绑架 看清了她对自己的真心实意 所以第二天她们就直接领证 曾迪得知以后差点气疯 但她也来不及再耍手段 因为绑架的主使韩怨 而她为了推卸责任 给曾迪泼了脏水 也是在这时她才得知 长河竟然一直都是韩怨的人 曾迪就此被牵涉入狱 而韩婷和季星不仅没有被分开 还因为孩子幸福不已 她们就被刺客过来 她们就被刺客过来 她们就被刺客过来